之前拍了兩條影片分享做黏土水果、雪糕和餅乾裝飾 今次終於要將它們合併成一杯漂亮的雪糕盛袋 根據指示將滴膠的AB液混合 耐心地將它們攪拌幾分鐘 直至溶液完全變成透明 想製造一個雜妹啫喱層 在滴膠溶液中加入藍色和紅色色素 顏色混合的過程可能要多次加色調整 在白色紙巾上塗一點試色 看到淡淡的紫紅色就可以了 用紙巾清潔一下玻璃杯 將準備好的滴膠溶液倒進去 第一次的份量不足夠 所以再另外調一杯滴膠 兩者有一點色差 要輕力攪勻它們 平放在一邊等它乾 氣溫高有助滴膠凝固 夏天放近窗口熱的位置 一兩個小時左右就會乾 由於它們很快乾 所以等到這層乾後 先準備下一層滴膠溶液 啫喱層上想做布甸層 用黃色白色色素 混合出不透明的米黃色 混合後倒在啫喱層上 放在一邊等它乾 側面看下去兩層搭的效果就是這樣 下一層擺放粟米脆片 在布甸層上塗上保麗龍膠水 將它們一塊塊貼著杯邊圍一圈貼上去 用保麗龍膠水貼的好處是它有體積 比較容易接觸到立體的脆片 而且它透明也乾得很快 排好邊邊之後就可以貼中間的位置 脆片搭到見不到布甸的位置之後 就要逐快逐快擠膠水放上去 膠水只是擠在脆片底部會接觸到下層的地方 儘量收好膠水位不要弄髒杯邊 將所有要排位設計的裝飾品 現在可以拿出來了 這兩包是奶油肚 即是忌廉肚 分別是白色和淺黃色 根據你的設計圖 試下將材料放進去擺位 設計和生產過程難免會有些差距 未必可以跟足設計圖的排位 準備忌廉肚 在包裝尖位剪開斜口 另一個擠花袋同樣在尖位剪開一個口 將擠花嘴塗進去 再放完整支忌廉肚進去 袋口的尾部扭緊 將黏肚推向擠嘴 試下擠在廢紙上 看看滿不滿擠嘴的形狀 首先將脆片中間的粒位填滿 然後將黏肚圍圍著杯邊 這樣擠 忌廉準備好後 先放最大件的物件上去定位 例如雪糕球 除了雪糕球之外 黃色的忌廉肚都可以做芒果味的軟雪糕 將它和白色的忌廉肚拼在一起擠 就可以Vanela混芒果味軟雪糕 威化餅和Pocky裝飾放在近雪糕的位置 然後再將不同的水果粒放在上面 忌廉肚本身乾之前都會有黏力 放在上面的水果不需要特別加膠水 不過要留意兩者要有足夠的接觸面才會黏得緊 第一次砌完後 不是很滿意的效果 在黏土乾之前都可以做一個大修整 覺得剛才墊底的黏土不夠厚 上面的樹枝黏土作品又太重 所以這次加厚忌廉肚再把它壓平 抹乾淨杯的邊緣重新來過 拿出來的配件全部都要抹乾淨 同樣都是用雪糕做開始 由杯的後面開始砌起 杯的正面用忌廉圍邊 水果的配搭是以混色為主 即是儘量將不同顏色放在一起 作品想圍尾一點的話 可以加幾顆閃石上去 就算沒有點轉筆, 用手指尾都可以 放好位置後, 用鉗輕輕把它壓緊一點 但不要壓至完全全入到忌廉中 一杯很豐富的雜果聖代雪糕杯完成 就這樣用來做擺設好像有點浪費 可以加個面模夾上去 也可以在上面擺飾物 夏天看到它都好像在吃雪糕一樣涼滲滲 然後大概下半 change 美餅座下� 海洋看到 area 也有壺木工 在開關 otser